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30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互生指数是一个小涨小跌 最终上阵指数这边虽然收红,但是没有能够站上五日线 创业版这边虽然下跌,但是也没有跌破五日线 量能方面,今天两市的量能有一些放大 全天是达到了1.22万亿左右 北向资金方面,今天全天是净流出34亿左右 那么这是今天盘面上的一个大概情况 那么我们说今天的大盘,你可以说它其实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看到当今天下午,整个亚洲股市全线跳水的时候 虽然互生指数这边也被带了下来 但是随后是有一个小幅反弹 那么相比亚洲其他市场来说,明显要好了不少 但是另一方面,目前这种板块轮动的投机操作环境 我们估计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至少会维持到12月中旬之前 首先我们看到外围市场方面 虽然在这次南非新变种病毒出现之前 也有其他的变种病毒出现 但是这一次美股和欧股的震荡幅度明显比之前要来的大很多 那么今天下午亚洲股市的全面跳水 也和美股电子盘在午后出现下跌有关 那么欧美股市在高位出现这种幅度的震荡 这本身就说明了目前市场的投机比例是非常高的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过去10年的情况看 每年在耶旦节前后,美股方面都会有一波小行情 所以我们估计在整个12月 美股这边应该就是一个高位震荡 即使出现调整,那么向下调整的幅度也不会超过10% 其次,中国最新公布的PMI数据显示 虽然目前中国的内需市场依然不好 但是外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内需不振的影响 因此这会导致管理层很可能会延后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时间 也就是管理层很可能会在外部需求放缓迹象出现之后 再寄出刺激政策来刺激内部需求 所以这么看的话,即使你再不喜欢 那么12月份的A股很大可能依然会是目前这种各股投机操作的环境 板块方面我们认为在12月10号之前应该还是之前那一些 但是在12月10号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里我们说的是可能 我们看到宁德时代目前在技术指标上已经是出现了顶背离的表现 那么这会制约宁德时代在12月份的上涨空间 其次12月10号一旦宁德时代实现了被纳入到护生300成分股之后 会不会出现利多出镜的表现 这也是需要我们去密切留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目前的大致判断是 如果没有意外 那么整个12月份依然会是各股的投机操作环境 至于说投机的板块 在12月10号之前我们认为出现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在12月10号之后会不会有出现变化 这个我们需要留意去观察一下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龙虎宝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竞争值的一共14家 首先是来自于之前几个热门题材里面的一共10家 分别是金元股份 顿安环境 红星发展 天润工业 荣泰股份 圣龙股份 国机汽车 天澳电子 玉邦电力 致明电器 那么随后的四家分别是数字货币移动支付这块的紫光国为明德电子 新财的这边的中乌高兴 以及航运这边的中原海能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6名的分别是 紫光国为 干风里业 宁德时代 传英控股 阳光电源 以及国宣高科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前6名的分别是 贵州茅台 中原海控 五粮业 国电南瑞 中国平安 以及伊利股份 那么这就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